媒體報導說國內有政論節目 竟然有大陸記者在棚內丁少 自認為是被影社的主持人 他就出來爆料了 他說6月24號就綠媒 點名說我們的節目 是不是就是英國台辦的要求 來批評綠營 結果我們的公關兩度回應 對方說毫無證據 毫無根據 純屬杜撰 結果報導後來還是出來 但是卻是啥都不敢講 我還是插都不敢放 還孤隱其名 這不叫心虛 什麼叫做心虛呢 好了 那麼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民進黨黨團 針對陳玉珍跑去參加 他們的立院黨團記者會 就集體比出了一個 網路流行的手勢 說藍營急了 結果也有人拿來諷刺說 劉寶傑是不是急了呢 劉寶傑真的是氣炸了 他說怎麼節目討論 卻被羞辱說我急了 那民進黨你不是要抗中保台嗎 不是要反制 反制認知作戰嗎 不是不允許大陸的手伸進來嗎 那你不急嗎 難道這個民進黨 沈柏洋都不急 不應該鋪天蓋地的茶嗎 好 所以現在外界都把毛斗指向 沈柏洋就很質疑啊 你說你兩個月前就得知情報的話 你怎麼可以知情不報呢 他就趕快解釋了 他說我兩個月之前得知情報的時候 我就有通報國安單位了 但是這情報不明確啊 我除了通報我也不能夠幹嘛呀 好啦 所以通報兩個月了 既然沒下文還把人給放走了嗎 而且連個人都沒約談 那當時的國安單位 不是有顧力熊嗎 不是有這個蔡明彥嗎 請問當時的國安人員在幹嘛呢 好啦 那麼現在是不是就是因為 影射的殺傷力最大 綠營就愛這一位嗎 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趙怡翔也出來說 他說哎呦 某一台曾經打電話邀請我上節目來批評政府 結果對方呢 講話 捲舌口音非常重 恐怕就是大陸人正在規劃來賓的腰房呀 到底又是在影射誰啊 好啦 網友也受不了 他說你是沒有聽過有些人講話的捲舌口音很重嗎 好啦 但是現在就發現到說 是不是現在其實綠營有一套SOP呢 你還記得嗎 之前的報導說 哎呦 歐洲商會 刊登的報告評論說啊 這個藍營啦 載野黨啦 這個訂了這個藐視國會罪非常荒謬嗎 綠營也立刻跟進報導 然後綠營的明代出來附和煽動支持者 大家整個討論成了一頭玩 但最後居然被打臉 因為實際情況是歐洲商會說 這報告根本引述的就是前綠委候選人 林智傑的評論不代表歐洲商會的立場啊 所以啦 是不是現在綠媒加青綠民主 已經變成了假新聞一條龍 變成綠營的慣用伎倆了嗎 好 我們看到如果說真的是有所謂的匪諜 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政論節目 這可是非同小可啊 我們的國安人員兩個月前就已經知情 竟然沒有要求電視台必須要保全證據 而且也沒有約談任何一個人 而兩個月之後現在說要行政調查 難道我們的國安單位真的全都是 像劉寶傑說的你們在幹嘛 不是應該鋪墊蓋地的查嗎 難道在失位素餐嗎 還是是沈柏洋的推託之詞呢 因為說了一個謊要用100個謊來圓謊嗎 立文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就是踢到鐵板了啦 你哪個節目不忍去惹到劉寶傑的節目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寶傑的節目 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定的 或者是鮮明的政治立場 他有時候罵民進黨罵得比藍營罵得還凶 他在批國民黨的時候呢 也有時候批得比綠營批得還凶 他在批共產黨的時候呢 也經常是毫不手下留情的 那民眾黨也一樣 所以不管是哪個顏色哪個政黨 都曾經是劉寶傑的手下亡魂 那麼對劉寶傑來講呢 他的節目的性質呢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遇到一個這種新聞事件 他剛好被他呆到機會啦 他絕地大反攻 他死咬著你不放啊 那這個我看到綠營也受不了啊 因為這個綠營對他被這個劉寶傑問的 可以說是完全無法回答嘛 那劉寶傑甚至講說 去把我們公司的這個監視紀錄器 通通調出來啊 有沒有這個人進出啊 對不對 那你民進黨這個時候 自由時報是不是應該出示證據呢 是不是應該出示 你的權威消息來源更多的內容呢 狠狠地在打劉寶傑這一巴掌啊 狠狠地打這些台灣的媒體啊 你們這些都是中共同路人啊 結果他也沒有啊 現在不是就已經龜縮進去了嗎 然後沈柏洋已經開始語無倫次啦 胡說八道 開始在那邊硬拗閃躲啦 那現在呢就甩鍋 甩鍋給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四個字誰啊 他跟誰講了哪位呢 那國安單位有出來承認嗎 那國安單位有在查嗎 我們立法院是可以問啦 但問題是說 我看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基本上呢就是你推我 我推你啊 那自由時報做這樣子的事情 幹這種勾當又不是第一次了 他犀鬆平常 他非常的熟門熟路好嗎 今天早上大有沒有看 這個美國總統的第一場電視辯論 你看這個川普跟拜登兩個最常講的一個字是什麼 就是你說謊 你是騙子 兩個字常講是不是這個 從頭到尾一個半小時 講了多少次對不對 拜登又一直罵川普 你就是個大騙子 你說謊這是謊言 這是謊言 對不對 那川普才說你 你才是說謊 你是最爛的總統 立文他們彼此滿了解對方的 沒有錯 你看你會不會覺得很悲哀 這叫做世界第一超強最偉大的民主國家 然後兩個老人家在那邊吵架 互相指控 而且就像剛剛施誠講的 都很有道理 你們講的的確謊話連篇 尤其是那個川普 說謊都不用打草稿的 他跟沈柏洋差不多 我現在幫沈柏洋把身價抬高一點 他跟沈柏洋差不多 川普說都是移民害的 反正只要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說都是移民害的 那為什麼移民這麼多 就是像拜登這種沒有用的小鬧鬧害的 那移民多嚴重呢 移民就是罪犯 他們跑到美國來的移民 都是從監獄裡面跑出來的罪犯 都是從精神病院裡面跑出來的神經病 都是全世界的恐怖主義恐怖分子 通通都到我們美國裡面來了 所以每天都在殺我們美國人 他這樣的話他可以 他可以代表共和黨選總統 還要選第二次 然後他可以跟拜登現任的總統 一個前任總統 一個現任總統 在這邊全世界能看他們兩個說風話 說傻話 我們全世界還乖乖的得看 謊話連篇風話連篇 就是這樣子 不需要負責任 不需要拿證據 有什麼證據 沒有證據啊 一個說你是最爛的 另外一個說你是最爛的 那你們兩個拿個數據 出來比比看嘛對不對 沒有啊 就這樣子互相罵啊 那今天沈柏洋不是也是差不多嗎 民進黨不是也差不多嗎 民進黨的媒體 民進黨的官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什麼時候講話負過責任啊 不就是造謠 蹭聲亮 然後在同溫層裡頭 接受他們自己支持者的 溫暖的鼓勵 然後呢就亂扣帽子 亂扣紅帽子 我現在身為藍營的人 都快精神錯亂了吧 國民黨 都快精神錯亂了吧 有事的時候就說 國民黨這些通通都是 中共同路人 那現在大陸說要懲罰台獨了 賴清德又說除了統促黨之外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國民黨跟我們一樣 通通都是台獨 這國民黨也精神錯亂了吧 你們自己精神錯亂就好了 要把全台灣都搞得精神錯亂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國民黨 到底是中共投入人還是台獨 都搞不清楚了 我的頭都暈了 那這種行為 就是隨地大小便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 隨地大小便的人 他會回來 把他隨地大小便的排泄物清乾淨嗎 不會的啦 他隨地大小便 往上就走了 另外再隨便再找個地方 繼續隨地大小便 他就是這樣子啊 沈柏洋就是這種咖小啊 我就講過了嘛 我們今天還要 還要在這邊評論 沈柏洋 王毅川等人 我真的是 唉 不知道再回家 好好再多少山柱香修行一下 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淪落至此啊 台灣怎麼會淪落至此呢 那如果我剛剛講了 標榜世界第一的美國民主 都變成笑話了 這個我不知道美國選民 年底11月要怎麼投票啦 還是有沒有辦法走出門去投票 但是在台灣你看到民進黨 還有台灣的主流媒體 全部這麼一個樣 重點就是這種沒有邏輯 沒有證據的謊言 還有人要信 這才是台灣民主 現在最大的問題啊 今天一定是確認 如果那麼既然 沈柏洋 看看 如果這些東西 非常有趣 下次再見